字幕提供 各位大家早安 早安 很高兴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二天 第二天的 office日常工作使用机场 那因为今天有一位新的同学 所以等一下可能做他隔壁的同学 互相帮忙一下 协助一下 我还是先提一下 我们第一天所教的 影片 讲义 等等这些资料放在什么地方 那您应该看到 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 office日常工作使用技巧 然后 我们的讲义范例其实都已经 放在网路上面 网址是 https go.gr YTZ R 最后这个R 跟最后这个T 要麻烦用大写 在这个地方 大小写是有区别的 好 那我们就 第一件事情 当然就是打开 打开我们的 Chrome 因为我给各位是网址 网址 你必须要透过浏览器 才看得到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上面 上面的网址列 不是这个里面 不是搜寻引擎 这个叫搜寻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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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这个才叫网址列 所以你会在搜寻引擎里面搜寻东西 但是不会打网址 对不对 可是你会在网址列 网址列里面 打网址 甚至有时候直接打你要搜寻的项目 好 所以请在网址列 网址列这个地方 请输入网址 我的教学频道的网址 https冒号 斜线 斜线 go.gl 斜线 YTZ RXT Enter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的课程是2019年10月23号 Office日常工作使用技巧 这是我们这个Office日常工作应用的第三提示 第三提示着正是在使用技巧的部分 所以有很多那个2016年他改的一些什么人工智慧的功能 好升级 然后怎么操作都跟各位分享 像昨天最后有没有印象我们在教预测 预测 如果说你今天你可以猜到下一个季度 我们那个那个门号卖的怎么样 是不是对你的业务上面会有一些帮助 决定来说 那如果你已经预测到这件事情的话 我相信你在管理 在管理上应该会有比较好的好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这个Office日常工作使用技巧 第一个是个影片连结 好 点下去 我从最前面开始 有印象吗 这就是昨天当开始学老师说讲的话 对不对 对 又不理我了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就就 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因为中间我难免会去带你们操作 我会把中间那些我没有交讲的部分 就全部都剪掉 所以这里面是扎扎实实 都是实际有操作有讲解的内容 甚至如果有同学咳嗽 我会把那一句我讲的话再重塑一次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 然后我就会把前面那个有学生咳嗽的那一小段 把它给剪掉 你看多贴心啊 这样做完的 这样做完的结果 那个影片稍微会短了一点 会短了一点 但是真的值得你们回去 不管你要当复习也好 而且我会把 我会把这个 我在这个单元里面所讲的内容 我会全部都放在那个 叫做下面有一个关键字 关键字 像例如说第一个单元 我主要介绍自动简报 还有像那个图解释简报 就是那个转换成Smart Art 那个图 还有我是不是有教你们自动填入 以色调里面很重要的那个自动填入 还有那个笔基方程式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写完那个数学公式 好那反正我就把它分成一段一段 让我们来去就是方便去寻找 好了那除了这个还有像课程相关的讲义 你都可以透过点一下它 然后进行 例如说 范例的下转 记得范例下转 就点选左上角 这个往下的箭头 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 范例的下转 好那因为昨天已经做过了 我这边我就不带各位再做一次了 而且它都在我们下载里面 好那我们继续 继续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分享这个超市范例 好那我这边我就先关掉了 好我先把所有的画面我都先关掉了 首先呢我因为昨天我们已经讲 跟各位分享了以色调里面 以色调里面预测工作表如何制作 你就可以去猜测 猜测说我这一个就是说 未来的一期它的 例如说利润是多少 销售额会是多少 这都是可以预测出来的 好透过的方式就是预测工作表 所以在这个地方 资料底下这个预测工作表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现在要继续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假如说今天 今天你不晓得这个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能 叫做格式化为表格 那我会觉得说以色调它在2007年这个重大的改变 你就没办法掌握 它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我们以前学习 是不是都学 这是A1储存格 这是A2储存格 然后这是B1 然后B2储存格 那如果你今天你要去做一些像透过VLOOKUP来去找退货 是否发生退货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我们透过VLOOKUP的方式来去做 但是但是我们可能会遭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要是没有学过复制 你会不知道油标放在这边快速点了一下 它所代表的意识 好我现在呢我要透过以色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改变 然后叫做格式化为表格 来告诉你 它已经把储存格拿掉 接下来我们的应用都是在应用表格 好那我现在呢 我们要来去观看一下 现在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资料表 请你们都打开超市范例 而且超市范例重新打开 它是一个新的资料表 它是一个就是资料表 那这个资料表呢 我们会希望把它叫做资料表格 资料表格 那怎么把它做成资料表格 做法很简单 常用 常用底下格式化为表格 请点常用 然后点一下格式化为表格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看一下 通常我们的资料表格上面都是标题列 上面第一列是叫标题列 然后剩下这些都叫做记录 记录内容 记录内容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任选一种 你看所有的资料表格的形式 它只区分第一列是标题列 剩下的全部都是记录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长的样子 格式其实很相似 就差在颜色 好 来 请点一下 例如说这一个 这一个 蓝色 蓝色这个选项 然后接下来它会自动 放大 自动放大范围 现在放大的一个范围是A1到T101 这么大的一个范围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有标题的表格 有看到这件事 它这边是打勾的 为什么它可以知道说 现在这个资料 现在这个资料表格有标题列 因为它这边打勾了 所以代表它电脑自动判断出来说 现在这个资料是有标题列 它其实也没有那么聪明 它就只是判断说 假设标题列每一个内容 它都是文字类型 各位知道什么叫文字类型 请问这个 这个是不是标题列 标题列行ID这是不是文字 订单ID也是文字 对吧 订单日期也是文字 发过日期也是文字 当然啊 因为标题列 它就是要去说明 这一整类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它当然是用文字来表达 所以通常标题列整列都是文字 不对 不是通常 绝对100% 通通通都是文字性质 可是记录内容 这是不是叫记录内容 对不对 这个记录内容里面 可能就很多种样式有数字 有日期 有看到日期 也有文字啊 像这些二期是不是都是文字 那请问你 这销售额里面的数据 会不会是文字 不可能一定是数字 所以记录内容呢 跟标题列 是不是很容易区分 对于电脑来说是很容易区分的 它只要看看第一列是不是都是文字 然后第二列开始有文字有数字 这样子它就只要写一个程式来去判断 要不要自动把这个地方勾悬 然后点选什么 确定 好 你看其实 其实在这个地方 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跳到这个资料表工具设计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表格名称 我能不能请你们养成一个习惯 建议把这个表格 现在已经叫表格了 请改一下名称 不要叫表格1 因为假设你今天一个以色谣案 可能会有10个表格 20个表格 这个时候表格1表格2表格3 你久了你就会忘记表格7是什么内容 表格15是什么内容 所以最好叫做 请问一下这个表格名称要叫什么 叫什么 订单 可以吗 来请打 订单 打完订单之后 记得按一下 Enter键告诉电脑说 我已经把这个表格定义好了 叫订单 好了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做好了 已经做好了 就是说这个表格的定义 那它 从原本是叫A1A2 现在不叫A1A2 它现在有一个专用名称就叫订单表格 可以吗 这个订单表格里面 这个订单表格里面 这一列是标题 然后剩下的全部都是记录内容 所以它总共几笔记录呢 这边有1 然后你拉到最下面 你就会看到这边有1万笔记录 好 那它还有一个很大好处 你看 它有很多好处 例如说我现在快速讲完它的好处 请问这个标题列 当你今天 现在是不是只能看到大概20笔的记录内容 当你今天往下往下往下 您有没有发现 你的标题列取代了原本什么ABC 那个蓝的名称 对不对 好 当我今天往下卷动的时候 或往上卷动的时候 我的标题是不是固定都锁定在这个原本的ABC这个位置 第二个 第二个 假设 假设 我今天我想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计算什么呢 假如说今天这个销售额 销售额 各位请问一下 这是销售额 可是它这一笔订单 它打了四折 所以请问你原本的销售额 或者是还有税后 就是因为我们还会加那个5%的税 对不对 就是原始销售额 那请问最原本最原始的那个金额 就是原始销售额是多少 就是打完折 这是打完折 还有扣税 对不对 之后的金额 好 所以假设我这边我想算 我想算一个什么 我们现在来带各位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要算真实的原始销售额 所以我在这个U1这边 我就输入原始销售额 原始销售额怎么算 复数 现在这样改一堆东西 那个复数又不写那个 复件 复数 算了 其实我也只是要打记事本 所以我就输入英文 请问一下 原始的销售额 原始的销售额 我不知道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是不是要去算这个原始销售额 原始销售额 原始销售额 假设我给它叫做S 我不知道这多少钱 然后呢 乘多少 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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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不是 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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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原始销售额我不知道多少钱 可是我是不是要扣掉折扣 就是1减折扣 1点这个折数 然后再乘以0.95 因为这边就是原本的钱 可以吗 因为那个所得税应该是另外一季的 所以应该是乘0.95还是乘1.05 对了 乘0.95 因为那个乘0.95 因为0.05那是税金 对吧 可以了解吗 就是这个0.95 这个0.95是真实的销售额的那个钱 可是那个0.05那是所得税 那是要交出去的那个税的钱 好了 所以请问一下 所以这个怎么算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算原始销售额 X X怎么算 等于销售额 乘多少 应该是除了 除1减折扣 因为这边是乘的话 搬过来就变成除了嘛 对不对 1减折扣 然后再除 除什么 除0.95 这样就可以算出来这个钱了 可以吗 好 我们现在这边要怎么算 这边这个原始销售额 所以是不是输入等于 这个原始销售额怎么算 等于 等于我的销售额 可是请你注意一下 以前我们是不是点Q2 这一格 储存格 现在不是了 现在我们点上面 现在我们点在销售额上面一点点 他这边是不是选到 销售额 三个字 不要只点这一格 这一格 这边是不是加了一个小老鼠 这个小老鼠的意思 他就是指说 他去取出销售额的 相对位置那一个值 所以建议各位不要用这种方式取 最好是取出 取出这个销售额 这你用多了 你就会觉得你好像在写层次 然后接下来是除什么 除 刮弧 一 减 折扣 记得 折扣也是点这个 折扣上面这个全部的折扣 这是全部的折扣 就是折扣那一个栏位 又刮弧 再除 0.95 Enter 这就是原本真实的钱 就是说 这就是原本真实 真实的那个销售额 比如说227 227元 可是因为他有打折 打折 然后再来就是 那个 其中95% 它是真实的钱 好 剩下那是5%的消费 消费 这样可以了解吗 所以我这边我只是要特别告诉你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没有在用储存格了 他用的是整个的销售额 但是他用到这个销售额的时候 他其实所指的是这一格 然后接下来 因为我算的是U2 所以他所指的是Q2的销售额 再接下来 1-折扣 折扣所指的是S2 是指整个折扣里面的这一个 好 请问一下 刚刚我有没有做复制 刚刚我没有做复制 他就直接帮我算完了 你有没有发现 是每一格都帮我算完了 好 所以这点 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好处 还有 请问一下 请问你需不需要知道 你需不需要知道 排序在哪里 筛选在哪里 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去找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客户 记不记得 记不记得我们昨天好像有讲到 有一个纸产品叫桌子 纸产品叫桌子 这个桌子是有问题的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桌子 这边有看到桌子 好 纸类别 这边有一个往下的选择柳 纸类别往下选择柳 点它 你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有排序有筛选 因为当你今天你要知道说我想找排序的功能 我想找筛选的功能 是不是要去上面找 可是我建议未来我们找功能就在那个相关位置附近 附近而且尤其是右上角 你看你LINE加好友 加好友是不是在右上角会出现一个人 然后加 或者是有很多选项 右上角出现点点点更多 好 所以记得这个右上角 像纸类别的右上角 假设我想要找出桌子 那我就先把这个全选关掉 然后点桌子确定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桌子 桌子 这是不是全部都是桌子了 这样有看到桌子的销售桌子的利润 你有没有发现桌子的利润出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什么事情 零以下的好多 有看到吗 负数很多 所以通常最好是这样子 最好是这样子 把这个利润 把这个利润 有看到利润 这边我们其实可以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看你要不要用那个数 用那个色彩来去呈现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 这里面就是偏黄色到红色的居多 黄色到红色的居多 然后就算绿色也是浅浅的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负数很多 负数非常多 好 就是黄色 黄色 黄色开始就是部数了 红 橙 黄 有听过 红 橙 黄 绿 蓝 垫 紫 那个黄色是不是在中间 绿色是不是也是在中间 好 就是在两极端 你看红色还蛮多的 那几乎都是浅绿色 然后黄色 黄色就是负数了 红 橙 黄 绿 绿是那个整数一刚开始的地方 可以吗 好 只是告诉你说有这项功能 好 那通常我们很少这样来去看资料 只是告诉你说 你桌子啊 桌子他利润负数很多 当然这家公司桌子卖的不是 呃销售 无关销售 但是利润是很差的 以桌子这一项 我随便再换另外一个给你看 比如说用具好了 用具 你看哦 用具这边是不是 挣的比较多 那个负的就比较少很多了 好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今天你用了这个格式化为表的 你很方便快速做排序做筛选 因为他就在这相关的地方 再来 再来 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现在 现在如果我们选Ctrl加A 现在我游标是不是在这边 我选Ctrl加A 它所指的是有资料的范围 就是指这个表格 订单表格 你看 你看右边 右边这边有没有选到 没有 下面下面这边的空白 通通都没有选到 所以 Ctrl加A 它已经修改掉了 好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好了 那 关于格式化为表格 介绍到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能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来去观看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假如说 当我今天 我想要去 讲另外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 因为通常 通常资料分析 应该要连带去做 简定 连带去做简定 所以 我想把这一段 整个跟你们讲完 因为真的 以色谣是要这样应用的 好 请问一下 当我们今天有这个 资料 有订单资料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会想要去做分析 那如何做分析 当然就是用 枢纽分析 好 我现在想要分析什么呢 各年 各年的 利润 各年的利润 各年的利润 然后经过这家公司的一个管理 经过这家公司管理 然后去看一下利润 它的情形 是它的表现 是不是有一个一致性 一致性 例如说成长 成长这件事情 当然你可能 你可能会去思考说 那会不会有可能是 一下成长 一下衰退 一下衰退 当然有可能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说 公司的一个利润 一下好一下不好 可能是受到外在的环境因素 可能是因为这家公司的经营政策 的关系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有一个 就是统计检定来去检定 这件事情到底是成立或者是不成立 好 所以我们现在我换另外一个方式问你 请问一下各年的利润 各年利润的一个一个比较 各年的利润比较 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做出各年利润统计分析 怎么做呢 首先在这边插入 数秒分析表 然后点选什么 确定 因为他现在是不是就选了一个订单 这个范围 确定 然后接下来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想要去计算 各年利润 各年利润 对不对 的统计 这是老板最关心的事 所以各年利润统计 各年利润统计 那个各年 请问什么是跟年有关系的 订单日期是不是就跟年有关系 日期啊 年就是日期的一种嘛 所以我们勾选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里面的各月的利润 所以勾利润 你看他就会把那个文字栏位 因为日期是文字 所以他会放在列栏位 那利润是值 他就会放在值栏位里面 好 可是请你现在 游标落在2013或2014 随便任何一个年这边 好了吗 请你改到这个地方 我想去把它改成 用月来呈现 分析里面群组选取项目 请把年跟月 我要的是月 可以吗 确定 我要的是这样子的呈现 那请问可不可以 这边是1、2、1月、2月、3月到12月 这边是2013年 这边是2014年 这边是2015 这边是2016 可以吧 怎么做 就把这个年 搬到 搬到什么 蓝这边 可以吗 我这个就整理出来 各年 各月 的 利润统计分析 对吧 对吧 好 请问 请问 这张图 可不可以用 苏扭分析图来看一下 苏扭分析图 我建议 应该不要看 这样子的直条图 因为这样子的直条图 不是很清楚 可是折线图 是不是就比较清楚了 点选确定 折线图 请问 这张图看得懂吗 这张图有点花就是了 为什么这张图有点花 这边是不是2013年到2014 到2015到2016 四年的表现 这四年的表现 其实最好是改成两年的表现 两年的表现 方便老板来去看 好 我想请你们注意一下 这边 这边2013年 这边2014年 对不对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2013年跟2014年 在这张表上面 怎么样去呈现 也就是我不要呈现2015跟2016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然后呢 然后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我 2013年1月1号 到2016年 2013年1月1号 到2016年 我只能从这边动手做 我只能从这边动手做 就是我 我现在 我 只要2013跟2014 我在这个地方动手做 我只要2013跟2014 点下确定 我只是先为了让你们看得懂 哦 所以我先比这两年 好 请问一下现在是不是就两条线 蓝色线 蓝色线是代表2013年 红色线代表2014年 请问做到这边了吗 好 那这张图 来请周先生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 如果说你现在你要去做简报 那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张图该怎么报告 这就是在训练那个简报报告的技巧 好 请说说看 在2013跟2014年间 利润统计 比较 我们可以发现什么 可以发现在年出的时候 在销售会 你要以2014年为基准来报告这件事 2014年在年出的时候 销售要 是在3月之后 好 这是比较嘛 对不对 好 那其中我还会特别报告 就是差异最多的 举例来说5月 对不对 5月的差异是最多 你是不是要报告出来 那 如果说 如果说表现不好 最不好的 是不是2月 对吧 这都是老板很在追问 为什么 周先生 为什么 2014年2月份 大家来中华电信半门号的意愿比较低 为什么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 你要看到 如果这边都是半门号的数量 你可能就会很有感觉了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 我希望说你们只是把那个 我现在看到是利润分析 你们可能不太关心利润 因为你可能关心的就是说 这一个月 假设上个月你做到1万支 1万个门号的三半 然后这个月 都已经过了15天 你才做了1000支 你是不是就会开始紧张了 这样了解吗 对数字你绝对会有感觉 只是我讲的东西 不是手机 不是跟中华电信有关的 好 那你们拿到自己的资料的时候 你们自己再去做